四年一次,为期两周的夏季奥运,在我们举行了台湾英雄大游行,为我们的奥运选手们喝彩中热热闹闹的结束了。 今天巴黎不打烊帮大家做个巴黎奥运总整理,带大家一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回顾巴黎奥运。 首先是巴黎奥运的比赛场地,这次大家应该看到不少巴黎奥运的美照,像大皇宫的剑籍或跆拳道项目,还有凡尔赛宫的马术竞赛。 要了解这些比赛场地的安排,就要深入了解这次巴黎奥运的规划宗旨。 在气候变迁全球暖化的2024年,地处高危但夏天却越来越热的法国,本次巴黎奥运的目标是延续世界各国与2015年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以减少排碳和永续发展为目标。 所以巴黎奥运的团队定出了减少、优化和善用建设的三个方向。 首先是减少建设过去主办奥运的城市,都会大兴土木地建设各种运动场馆。 最有名的就是上一届的东京奥运,建筑师萨拉哈地设计的主场馆,因为设计风格和预算过度超支而胎死腹中,最后改由日本建筑师魏延吾完成此案。 其他城市如里约热内卢、伦敦、北京、雪梨等等,也曾为了主办奥运而进行大规模的国际建筑净途。 现代奥运是法国顾拜坦南爵,在19世纪末创立,延续古代奥运的精神。 1896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第一届,第二次是在法国巴黎,后来在1924年也在巴黎举行。 现在100年后又回到巴黎,然而在地小人筹的巴黎本身就有不少的运动场馆,那是否还有必要为了举行奥运而锦上添花的兴建比赛场馆呢? 所以这次为了巴黎奥运而兴建的全新场馆,只占了5%,那就是荷兰和法国建筑团队设计的水上运动中心,位于巴黎郊区桑丁尼的选手村,和拉萨贝的城门口的爱迪达体育馆。 其他95%的比赛场馆都是现有或临时搭建而成的。 说真的,只有5%是新建的场馆,换个角度来看,这也代表了法国平常就很重视体育活动,所以现有国际标准的场馆不少。 那既然减少建设了,要盖的时候就要优化建设,这也是本届奥运规划的第二个方向。 那如何优化呢? 新建的水上运动中心,使用50%的木材,屋顶上有5000平方米的太阳能板,可以供应运动中心的整体运作。 运动中心的大厅、餐厅还有酒吧的家具,都是用附近工地回收的废弃木材来制作。 观众席的座椅也是由当地学校收集而来的再生塑胶做成。 和水上运动中心一样,位于巴黎北边塞纳圣丹尼省的选手村,于奥运期间必须要接待9000多名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塞纳圣丹尼省这一区是巴黎近郊有很多移民的地方,这些年来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问题不断, 使法国政府用都市发展以改善地方治安的重点区域,因此奥运选手村的规划以未来聚落为目标。 奥运结束后,将会为此区带来2800套住宅,还有学校、学生宿舍、饭店、办公室、公园绿地等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 在气候变迁全球暖化的情况下,巴黎在夏天热浪来袭时,有时气温会比台湾还高。 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是两三天,有时候是五天或长达一个礼拜,但是地处高纬的巴黎,冬天还是比夏天热浪来袭的时间长,因此一般民宅需要的是暖气而不是冷气。 而冷气也不是对抗气候变迁的最好方法,因此法国政府这几年来用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和规定民众加强住宅的节能,利用房屋本身的构造就可以达到保暖和隔热的效果。 在一个隔热状态良好的房子里,即使在热浪来袭时室外温度高达40度,室内没有冷气也可以维持在20几度的气温。 所以巴黎奥运选手村的建筑就是以节能和隔热为目标建造,采用木材结构和各种低碳材料。 建筑空间的设计以自然采光和通风为节能减碳的目标,企图用建筑外墙隔热,地板降温,还有电风扇来迎接今年夏天的巴黎奥运。 然而建筑本身的确是可以对抗热浪,保持室内低温,这对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不会有什么问题。 毕竟热浪来袭时,大家也知道不要过度的运动和流汗,还要补充水分。 但是对运动员来说,这却是一场赌注,因为就算热浪来袭,他们也要大量的运动。 所以法国政府在压力下决定加装了2500台冷气。 最后是善用建设,既然决定节能减碳,减少新建工程,那就要善用现有的空间。 自从2015年赢得奥运主办权之后,巴黎市政府就借着举办奥运的机会, 开始整修市中心的排水道、瓦斯管线、规划道路和各个运动场馆, 以都市永续发展为目标,而在减少新建物的同时,就要善用既有建物, 希望可以为这次的巴黎奥运带来不一样的风格。 是不是真的不一样呢? 我想这两个星期,大家从电视的转播画面, 应该就有发现巴黎奥运真的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美感。 这里我们先说说在法兰西体育场进行的田径赛。 法兰西体育场是法国举办大型足球赛和演唱会的重要场馆。 巴黎奥运为了让参赛的运动员在跑道上可以脱颖而出, 可以在现场或是在电视转播萤幕上能够显而易见, 所以就放弃了田径跑道常见的砖红色和蓝色。 参考了大会指定的色彩,最后选择了紫色。 而这个紫色的跑道,其实是使用了50%回收或可再生成分的生态责任跑道。 1900巴黎世界博览会落成大皇宫, 它有一个巨大的玻璃屋顶。 香奈尔从2005年以来就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又壮观的空间举办服装秀。 香奈尔品牌也曾经资助大皇宫的翻修工程。 为了本届奥运,法国花了三年的时间耗资4.6亿欧元修复大皇宫。 极舰和跆拳道比赛就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内举行。 另外还有在凡尔赛宫内举行的马术竞赛。 泛国政府也借此机会翻修了凡尔赛宫最知名的静厅, 还有凡尔赛花园内的阿波罗喷水池。 巴黎市中心的协和广场则搭建了临池性的BMX和滑板赛场。 埃菲尔铁塔前的战神广场则是举行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 而商兵院前面的广场有射箭比赛。 还有奥运的自行车赛,最后必须挑战在蒙马特山丘环绕三圈。 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全都带到了蒙马特, 大家可以观看免费的比赛,又帮选手们加油。 巴黎运用现有的空间举办奥运, 并借此机会修复古迹和雕塑。 除了比赛场地之外, 选手村练习用的篮球场和推举空间, 是由现有的影视摄影棚改造。 各国选手也可以向选手村周边的市政, 免费借用公共空间来当他们练习的场地。 看完了比赛场地的规划,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巴黎奥运的设计吧。 首先是logo, 在欧美的MeToo运动后没有多久就出现的巴黎奥运logo, 是一张女性的脸孔。 这是象征法国的玛丽安, 和看起来像火炬的图形。 这个logo推出时, 在法国国内的批评声浪不小, 因为它和法郎店家的logo相似, 但是因为性别平等的意识抬头, 而成了这次奥运的特色。 接下来是巴黎奥运的吉祥物, 弗里吉, 源自于一种无边软帽, 带着弗里吉帽的女性最早出现于古罗马时期, 是一种自由的象征。 法国大革命时, 它成为自由平等不爱的象征, 马利安也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标示, 在邮票、硬币和政府的logo上出现。 在罗浮宫今年刚修复好的德拉克拉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当中, 手中挥舞着红白蓝三色旗的马利安, 它头上戴的就是弗里吉帽。 现在Q版的奥运吉祥物弗里吉, 它就宣示着法国的自由精神, 火炬和圣火台。 传递圣火是奥运活动重要的象征之一。 巴黎奥运的火炬, 由法国知名设计师Mathieu勒安娜设计, 设计师用对称的设计来传达平等理念, 因为这是历史上女性和男性运动员数量一样多的奥运。 火炬下半部的金属波浪展现了塞纳河的波光, 当然,旨在减碳的巴黎奥运, 这个传递圣火的火炬, 也是用百分之百可回收的钢材制作。 而巴黎奥运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圣火台, 也是出自于Mathieu勒安娜之手, 设计师选在多勒利花园安置热气球圣火台, 向发明热气球的孟格菲兄弟致敬, 会飞起升空的热气球, 在此代表法国的自由, 而刚刚的火炬是平等, 而热气球下面的大型圣火台, 则是象征了博爱。 另外曾经有不少人在奥运开幕式时, 看到升起的热气球, 而担心火炬会引起注容的危险。 其实这个热气球, 是由法国电力公司特别研发出来, 用水蒸气和LED灯的安全热气球。 颁奖台与奖牌, 运动员付出一生的心血努力练习, 为的就是最后站上颁奖台的那一刻, 而奥运的颁奖台是运动员体育成就的最高荣誉。 今年巴黎奥运希望在奖牌和颁奖台之间建立一个连续性, 同时又要能代表主办国的荣耀, 爱菲尔铁塔就成为这两者之间的连结元素。 巴黎奥运的颁奖台设计概念源自于爱菲尔铁塔, 正立面是铁塔金属结构的图形。 灰色台阶来自巴黎著名的灰色屋顶, 站在颁奖台上象征着奖牌得主非要在巴黎的天空上。 既然本次巴黎奥运以永续为主轴, 那颁奖台的制作也符合永续精神。 主体用木结构制作, 外面是百分之百的回收塑胶。 而本届奥运的奖牌是由LVMH集团下的珠宝品牌修魅设计。 修魅曾经为拿破仑的加冕典礼设计和制作加冕宝件, 后来更成为法国的皇室珠宝供应商。 这次奥运奖牌的设计, 延续颁奖台爱菲尔铁塔的元素, 每块奖牌上都用珠宝爪钉镶嵌着一块六边形的爱菲尔铁塔圆铁。 六边形是修魅珠宝从拿破仑时期的档案中找出来的密封设计元素, 同时六边形也是法国国土的象征。 圆铁的周围是锻造出来的放射状光芒, 象征的这些运动员在全世界人们的目光下, 在比赛中大放光彩。 奥运奖牌另一面是希腊神话中的尼基女神, 她站在1896年现代奥运重启的雅典帕纳辛纳克体育场前。 后面两侧分别有雅典卫城和巴黎铁塔, 而帕运奖牌的另一面则是从下往上看的巴黎铁塔。 而制作金牌和银牌所使用的金属, 是经过国际珠宝责任议会他们所认证的百分之百回收贵重金属, 奖牌的含银量高达国际奥委会规定的925000组。 而制作铜牌所需的铜、锡和银的合金, 则是用巴黎铸币厂的废料回收制作。 那说到奥运金牌,我们这边就要说一下, 网络上盛传巴黎奥运的金牌相较于东京奥运的金牌会掉漆落色。 说东京奥运金牌是百分之百含金量, 而巴黎奥运金牌只有百分之一的含金量。 根据法国媒体的查证, 这则推文来自于一个俄罗斯散布假消息的账户, 而且呢,在这个丹麦羽球选手维克多安塞隆IG的分享影片上, 他只是展示了他的东京奥运金牌和巴黎奥运金牌, 他并没有说他的巴黎奥运金牌会掉漆变色。 那事实上,无论是东京奥运或是巴黎奥运的金牌, 都不是百分之百的纯金。 金牌的实体是925千足的银, 千足miliam是法国计算金或是银, 这些贵重金属的橙色的一个单位。 所以金牌的实体是925千足的银, 再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 镀上6公克的黄金, 这样每一块金牌都含有1%的黄金。 而奥运的奖牌其实没有那么完美, 过去也曾经有两名运动员抱怨过, 东京奥运的奖牌上有小缺口。 而曾经获得东京奥运和巴黎奥运两面金牌的台湾选手王麒麟, 他也发现他的东京奥运金牌因为太长展示, 而出现斑驳老旧迹象。 那其中最夸张的就是2016年的礼乐奥运, 有将近130位得奖选手将他们的奖牌退还给国际奥委会。 官方海报。 巴黎奥运的官方海报是法国设计师Yugo Gattoni设计的, 他也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和丰富的细部呈现, 海报上有巴黎知名的古迹和法国的象征, 还有奥运的比赛场地, 海报的每个角落都有不同的场景。 观看时,就像散步在巴黎奥运之中, 设计师并呈现了一个乌托邦的想象巴黎, 是一个开放的运动城市, 并用缤纷的色彩创作出欢乐节庆感。 而由于今年奥运和帕运一起规划, 所以官方海报也是两张一组的双联化的方式。 这个海报在巴黎奥运官方商店都有贩售, 而最受欢迎的就是用海报图案做成了拼图, 因为有许多精彩的细节而受到拼图迷的喜爱。 奥运开始不到一周,它就销售一空了, 所以你现在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有贩售, 要特别注意是否是盗版的拼图。 视觉设计 本届巴黎奥运的视觉设计, 以海明威流动的响宴为设计主轴。 奥运是一个全球三亿人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活动, 因此视觉设计的核心概念就是用大胆而缤纷的色彩, 企图让大家一起参加这场流动的响宴。 在这个目的下, 巴黎奥运的视觉规划围绕着四个目标。 第一,庆祝, 用多彩多姿的颜色, 欢迎四年一次的奥运盛事。 二,升华, 展现巴黎对风格和优雅的坚持, 并回应一百年前的装饰艺术运动。 三,合理化, 呼应节能减碳的巴黎奥运主旨。 四,个性化, 巴黎奥运是给所有人的运动会, 所以要适合各种不同情况的视觉设计。 确定了这些目标后, 巴黎奥运的视觉设计, 还加上了一个巴黎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巴黎市中心的石板路。 这些方形的石块是巴黎特有的路面, 因此视觉上以方块加上简化的运动符号, 代表着在巴黎举办的运动。 选手村餐厅 选手村的餐厅和设计无关, 但是巴黎不打扬原本就是一个美食文化频道, 所以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话说法国也算是个美食大国, 所以这次奥运选手村的饮食规划, 也是花了整个团队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但怎么一开始就传出负面批评呢? 像美国体操金牌得主西蒙·贝尔斯, 他就觉得巴黎奥运选手村的餐点 不是法式餐点, 跟他品尝在外面餐厅吃到的不一样。 还有英国队从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 叫他们自己的主厨来。 拜托,英国耶, 有没有搞错? 英国人嫌弃法国人做的菜不好吃? 这对美食大国来说, 听起来就是一个超现实的玩笑。 的确, 法国人是想要拿出自家最好的, 来招待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选手。 但是法国人觉得最好的是什么呢? 一, 吃新鲜在地的食材, 所以本届奥运所有的食材 大多来自巴黎方圆百里的农场。 二, 少肉多菜, 就像我以前常常在影片里跟大家说的, 法国政府常常推广 一天至少要吃五种不同的青菜水果。 少肉多菜就是健康饮食的一种。 所以选手村餐厅最先被抱怨的 就是肉类蛋白质的供应量不足。 是的, 选手村的餐厅主厨向法国媒体承认, 他们没有想到运动员的饮食和一般人不同。 什么是和一般人不同? 就是运动员一天至少要吃到900公克, 几乎将近一公斤的蛋白质。 所以巴黎奥运得知此事之后, 马上增加肉类和蛋白质的供应量。 但似乎还是抱怨声不断, 比如说像肉烤焦啊, 或是太干柴等等, 让选手们对法国美食感到失望。 不过没有让选手们感到失望的, 是餐厅提供的甜点。 不少选手们对甜点感到满意, 尤其是巧克力muffin。 挪威还有一位运动员专门拍了一支影片, 分享选手村餐厅的巧克力muffin有多好吃。 他的影片引来的上百万人观看, 后来网络上还盛传巴黎奥运选手村巧克力muffin的食谱。 而对于选手村餐厅的饮食被抱怨, 巴黎奥运的官方回复是, 饮食是个人品味的问题。 没错, 如果你习惯餐餐吃大块牛排, 或是超辣的水煮牛, 法国人做的餐点不合胃口是一定的。 所以最好还是像台湾队一样, 早早准备好自己的厨师, 和选手们喜欢的家乡味。 安排一个离选手村不远的中继站, 选手们还可以线上点餐外送。 这才是满足自己国家运动员最好的方法。 选手村医疗 巴黎奥运选手村的餐厅被抱怨, 但是选手村的医疗却被美国选手大为赞叹, 因为美国医疗费用高昂, 而法国则是一个有健保制度的国家。 所以选手村里配有医疗团队, 还有牙医, 还有按摩服务。 这让美国选手来巴黎参加奥运时, 赶紧顺便做个免费的子宫颈膜片检查, 或是物理治疗、按摩等等, 也成了本届巴黎奥运的另一个插曲。 好啦, 今天我们看完本届奥运的主轴, 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巴黎如何借由奥运行销这个城市, 还有各种奥运的周边活动, 让这个城市在奥运期间到处都有活动, 真的是一场流动的饗宴。 谢谢大家。